夫妻 夫唱夫随 妻随 我们自古是这样讲的 那么夫跟妻 一男一女 一天一地 一前一坤 可见同为人 他是两个人中 男人要像男人的样子 女人要像女人的样子 那么结合成了夫妻 也是要有夫妻的样子 首先这两个人有夫妻相 才有缘分 走入一家门 门当户对 这些 有形的 无形的 如果 你足够敏感 你会悟到其中的道理 或者说他的 我们现在讲性格 什么三观 那都可以 你只要是正三观 真三观 总能 有一个好的缘分 总能越来越好 你成为了夫妻 也不是说什么都可以 那像 在外面 怎么样 在家里关上门之后 他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是 现在很多人 跟西方学的 强调 自我 自由 你想开窗户 他想关窗户 怎么办呢 连这种小事情 你也要 找一个跟你 同样想法的人吧 那 怎么能幸福呢 那怎么能 叫夫妻呢 也是要互相担待 互相成全的 那么除了夫妻之外 说这个男女 就说结了婚之后 怎么处理一些 外缘的关系 投花什么的 还有就是 没结婚之前 男女 怎么相处 怎么 这一个女孩 怎么样 面对一个男孩 这个 当然都是有学问 当然是要学的 当然是要 明其中道理的 很深刻 就是一男一女 就产生了 无数的 篇章 人生 最难过的 恐怕就是男女 因为 你是羊 它是阴 那羊 那羊 遇到阴 自然会互动 怎么互动 在天 是阴阳 地 是刚柔 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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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上面 讲是 人意 佛学 讲 叫慈悲 你如果 把这个阴阳 落到人身上 落到具体 一个个体 它也指的一个男 一个女 各有各的头 你要 像一个男人 怎么样 你是一个女人 该怎么样 她的特性 不一样 擅长 不一样 你怎么平等 现在就 男女平等 打倒男权 如意 这个 都是西方来的 是西方 突破了这层线 南门自古呢 中国也有女性 被压迫的时候 但是 很多时候 她都是保护女性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读历史 女人 小孩子 劳弱病惨 孕 这些又 特殊保护之外 女子 那她是柔弱的 她发挥 她擅长的这一面 那她也是个 很了不起的 妻子 但是 这个 男女 还是有 很多 不一样的 说法 如是道 怎么评论 男人跟女人 为什么 夫唱 夫随呢 而不是反过来呢 为什么 她这个特性呢 其实都是自然的道理 那么我们 要落到 后天世界 人生 人道 社会的运用 那么就要 明这个理 又会用这个理 才叫真挚 所以呢 我们就 摆开了 肉碎了 大家 谈谈 可能会有人 不一样的观点 但是 我们真正 真理 大道 它是百家都通的 而不是自言其数 而不是自言其数 它是 寻找 点击 老人的经验 那这些 不处 不以此为论的 那都是 被 足足 被 用 常年累月 人都不在了 人们留下的 只有这些话 只有这些经验 我们又不用 我们还年轻 大不了 再换一个 就不说那些 背后 产生的 长远的影响 就说你这个 短暂的快乐 你真的快乐吗 快乐之后呢 那是一顺 那不是真快乐 我们被自己的心 观念 蒙蔽了 这课很重要 这说夫妻 跟男女 那我们 现在社会的问题太多了 就是从这儿结合的家庭 那么 没有好的开始 导致 就没有好的结局 那这影响 上面 祖辈 下面 子女 最终 影响自己 长长远远 集体的 咱们拆开 一节一节讲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天员 咱们拂开